每个礼拜三从下午三点到晚上 在台北市长春路上的这间药局 总会变得热闹 大家我们的那个猪鼻桃味 都会自己把东西拿过来 都知道看到我就知道我在做持续的环保 他就是这个回收点的发起人 从11年前开始不间断带领环保志工 邻里一起做回收 但这几年双脚有点不堪负荷 刚开始听到说春美世界要收这个点的时候 是觉得很不舍 后来听到说很多世界要承担 那我们就很高兴说能够继续再来这里 他把这个中站有来传承下去 给我们这个资源回收站永远都在这个存在 来为大家照顾为我们环保来做一个努力 志工们认真记录有春美的指示 承担下这份责任并不容易 我想我在这个传承之下呢 能够带动我们所有的志工 大家都能够带动自己的双手 去做环保把这个点做得更响亮 环保据点迈入第12年 志工们传承由春美的意志 守着这里继续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大家新闻真帅美志工 吕乔美 王柱明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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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